8月20日上午,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临港办公中心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芯片区揭牌 特斯拉中国工厂所在的临港产业区位列其中 一系列产业、人才、税收、贸易优惠政策将助力这座超级工厂创造新奇迹 芯片区揭牌当天,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灵还向大家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特斯拉超级工厂已基本建成,预计2019年年底出车 特斯拉到现在为止大概是今年是8月底 我们基本上厂房已经建好了 当然现在在做竣工验收的环节当中 然后我们的生产设备也已经进场了 然后很多设备的安装调试也基本上都已经非常顺利了 所以我们的计划是年底要出车 这个也应该说是按照我们的规划在做的 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它是第二代的生产线 就是我们美国的生产线是第一代的生产线 所以实际上在这里我们用了很多很多创新的一些模式 然后进展非常顺利 目前 2018年5月 特斯拉公司在上海临港注册成立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8亿美元 总投资达500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项目是国家发改委颁布实施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后首个外商独自新能源整车研制项目 也是上海发布扩大开放100条后首个签约落地 及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商独自新能源汽车项目 该项目地块总面积1.72平方公里 共分三期进行建设 陶龄指出特斯拉不仅仅是车企 更是科技型企业 会有很多扩展业务 特斯拉来到临港后会优化临港整体产业布局 并为临港带来更多资源 在大家看来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上海自贸区极具优势 创新的想法可以在这里先行先试 这给到企业更大的空间 尝试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内大家可以先尝试 那这样的话就给了我们更大的空间 去把真的是全世界最创新的技术呀 或者最创新的一些商业模式带到中国来 所以综合税负包括对人才的这个激励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科技型的企业来讲 就是说都是它最重要的几个激励的政策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那么就本来说是有三个数字的 就是这个公司的 pública 并且是这个公司来说 就是这个公司的高兴